欢迎回来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 共和党议员罗斯雷霆恩 和民主党议员军事委员资深议员安德鲁斯 27号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 我与中共立即终止针对法轮功学员 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并要求立即结束持续14年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 景汉本台驻华府记者报道 这项由两党议员联合提出的决议案 要求中共政府立即终止从囚犯 特别是从法轮功良心犯和其他宗教信仰 及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强摘器官 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 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 起诉这种不道德行径的参与者 决议案要求立即结束中共 以持续14年对法轮功精神修炼的迫害 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 决议案建议美国国务院 对到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美国公民发出旅行警告 告知手术的器官来源可能是良心犯 决议案还建议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 禁止参与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员入境美国 一旦发现进入美国领土将被提出起诉 发起这项议案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斯莱婷恩和安德鲁斯 均长期关注法轮功受迫害问题 其中罗斯莱婷恩议员曾于2010年发起605号决议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该议案在众议院顺利通过 今天提出的281号决议案 是第一个针对中共强摘器官问题的议案 目前281号决议案正在争取更多国会众议员联署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内部讨论通过后 再由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